Hello 大家好 昨晚那集有些事情要做 脫了底 我今天補回一集給你 今天這裏每下午新聞 大家好 晚上好 網上好 大家好 這樣的情況 我就講一件事給大家聽 有些人問過我 阿班人 電池的東西 有些是外廠的電池 其實外廠的電池我都沒有飛 因為它一飛不到 你說好和壞 亦都有問題 你說初頭很早之前買 幾年前買的電池 電池也挺耐用的 但有些聲問我 那些外廠電池好沒有呢 因為外廠電池其實沒有一定的保障 你要明白 之前那班人有拍攝介紹過 因為它重量重了 你要留意清楚 你的飛機的重量 你說現在其實也沒有用 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個問題 在Mini 4 Pro 那裏 在Mini 4 Pro 在Mini 4 Pro 等等 Mini 4 Pro 舉個例 Mini 4 Pro 其實在Mini 4 Pro 現在Mini 4 Pro 現在Mini 4 Pro 固件升了之後 它就會檢查你的電池 電池續航力長了 它就告訴你 電池會鎖 電池鎖了 電池鎖了 不讓你飛 那次我做直播 拿出來試試 那升了Firmware 去到之前的1.13.2 它有固件升級了 固件升級了 固件升級了之後 它問你電池要升級 就當成這樣 還有固件升完之後 還未升電池 它已經檢查到電池 那個容量有問題 就說這個電池是非原廠電 是沒有辦法飛行的 但我問過供應商 究竟這個電池 我用不可以用呢 他說有兩個方法 要是說 不好意思 別人的電池 參數改了 它本身原意告訴我 它不是刻意改的 但不是刻意改的 為何有非原廠電的字眼出來 螢光幕有顯示出來 我便覺得 現在有些問題 我當然是跟廠方說一下 即副廠那邊 究竟我能飛行不可以 如果你想飛行 電池可能要給它 要改參數 但你記回大陸 又要打稅又要成 第二個方法就是 要買一個舊 買一個舊 其實它說可以 把電池改 但是 電池改 這件事 我都告訴大家 你副廠電池 因為重量上有些不同 中心 插進去中心 它是凸出來的 飛機就會有少少 有少少 有少少 搖 有時 搖 搖 平行 好像做得 之前沒有事 不知為何 之後 中心就不同了 飛機飛的時候 會這樣 有機會搖 搖 你說阿班 究竟是 飛機電池的重心 重心有影響 但你說 用原廠電有沒有 加大原廠電 它仍然有這個情況 即是搖 搖 大家要小心點 第一個問題 你要明白 如果你買了一些副廠電 其實它沒有任何保障 有什麼問題 要記回 它不是不幫你做 但問題 如果你在國內 當然容易搞 但我們香港或其他地方 既來既去 運費其實不是很貴 但它要你把電子零件打碎 填一份模式 要打碎 那我就覺得 喂 不用吧 我覺得 打得來 或者交得來 這件事 不如我買個較好 但問題 你飛完廠電 現在檢查到之後 就說 有機會 它不讓你飛 鎖了電池 有一次 問題 我帶了這部機 打算試一下 不在家裡試 試一下電池 在家裡直播 很尷尬 它不讓你飛 簡直是不知道什麼事 它不是說你不准起飛 無法起飛 那就是 糟糕 又搞 又搞 關了什麼 問題 如果你說 我出道去郊外 去飛 你才能夠 去試過 或是帶了機 假設你帶了電 就當作是 帶了電 但問題是帶了去 飛機飛不了 究竟怎樣情況 這要決定 究竟會不會再用 或者會不會再整 如果用原廠電 其實 原廠電 就 坦白說 原廠電一定有保障 有什麼事 它肯定 清楚知道 不會到時候 有什麼問題 令到你飛不了 大家要注意一下 這一集是2175集 多謝各位師兄 因為我昨晚有些事 我沒有空 今天早上補回 短短幾分鐘 簡單說 副廠電 要看清楚 重量的問題 這樣你就要小心一點 不然你搞不到 搞來搞去 都是得不上失 多謝各位師兄來到這裡 我走了 拜拜 多謝